第十四屆世界夢一文字書法大賽 第十四回世界夢一文字コンテスト 台灣參賽明信片書寫說明 台灣用応募刀書の書き方 世界夢一文字書法大賽 是由國東半島愛創生聯盟所主辦 大分縣政府 國東市政府 大分縣教育委員會 台北駐福岡經濟文化辦事處等 眾多單位協辦 本次比賽協力單位是由 大分縣豐厚高田市 國東市 共同組成的國東鬼奧運委員會 國東是日本遺產鬼成佛的故鄉 在國東 鬼能給人們帶來幸福 像是長年的好朋友一樣 本次世界夢一文字書法大賽 取自奧林匹克的諧音 將以 鬼奧運的一項比賽舉辦 新的一年 讓我們自己的夢想或是目標 化為一個漢字 書寫在明信片上 和日本朋友 一起迎向充滿希望的未來吧 建議活用學校內外資源 請會日文的老師家長幫忙 真的沒辦法的時候 再使用Google翻譯 讓我們看看要怎麼用日文寫明信片參賽吧 參加比賽 可上日本官網下載 台灣參賽用明信片 直視書寫 不需加貼郵票 所有項目都要自行書寫 不可讓別人代筆喔 因為有學校反應 很難買到中華郵政 直視空白明信片 所以今年改成上網下載電子檔 記得請影印店用A4 製作明信片用的特殊用紙印刷 一張A4可做成四張明信片 那我們就開始寫囉 首先 在中間畫一條線 接著 照抄郵遞區號 收件人 收件人地址即可 這邊要特別注意 在日文中 有一些漢字跟我們的中文字不太一樣唷 接著 要寫上的是 寄件學校的住址以及電話 這邊 我們是以百零高中的地址為例子 大家要記得寫下自己學校的地址 不要寫錯了喔 這邊 大家要書寫的是 就讀學校 年級 姓名 與郵遞區號 要特別注意學校及年級的寫法唷 因為這是日本主辦的比賽 為求公平起見 選擇漢字的理由 原則上必須完全以日文書寫 不要太緊張 大家可以請日文老師或家長教一下唷 將今年的夢想或是目標 使用一個漢字來表達 將這個字用毛筆直接書寫在明信片背面唷 選定漢字的理由中 有以下幾部影片可以供大家參考 直接掃描QR Code 在影片中學習到的句型我們可以直接套用進去喔 團體參賽報名表 每個學校只能使用一份報名表 由同一人負責會整名單與作品後 寄到台灣事務局後即可完成報名手續 團體參賽報名表的填寫方式說明 記得要填入機關或是學校的名稱 以及聯絡人的姓名 還有機關、學校的住址 電話也不要忘記了喔 此外 請填寫總共參賽的人數 記得要填入正確的欄位喔 當填寫團體報名表時 會有一個欄位 需要填寫中文姓名的日文拼音 大家可以掃描畫面中的QR Code 觀看世界夢一文字使用教材6 中文姓名轉換日文拼音的方法 左上角要記得寫報名表上面的個人號碼喔 最後我們再一起確認一次 這些步驟你是否都完成了呢 今年也讓我們將夢想或目標 畫為一個漢字 把理由寫在明信片上 報名參賽吧 第14回世界夢一文字コンテスト 參加者募集中 皆さんご応募ください 待ってます 再次歡迎各校參賽 有任何問題 請與我們聯絡 拜拜 拜拜 by bwd6